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六周周选正式开打 国务方面是不断地在声称 这一次周选的成绩 有可能会影响到联邦政权 南华昨天在雪州的红黄潮讲座会上就说 有关团结政府会在八月份倒台的说法 只是说说而已 并且促请人民不要相信 他保证由19个政党组成的团结政府 足够强大和稳定 不容易被推翻 安华表示他不害怕国盟的威胁 那即使他们出动了大量的支持者 也不会动摇到联邦政府的地位 安华还嘲讽国盟的一些领袖 说他们的情报很不准 多次在预告说团结政府会倒台会倒台 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发生 必须不断地改口 给出新的倒台日期 昨晚安华在雪州的政治讲座上表示 他已经在国会下议院通过了信任动议 但是国盟还是不断挑起政权不稳的传言 他表示不会害怕不信任动议的挑战 也愿意把提成不信任动议的通知期限 从14天缩短到3天 此外针对国盟支持者昨天在提名中心外 嘲讽他主张反弹 却与国阵结盟 安华表示他问心无愧 同时他也痛批国盟试图用歌曲激起他的怒火 但他根本就不在乎 同时安华也点名前首相慕尤丁 指他在出任首相期间 只关心首相官邸够不够豪华 更花了3800万令吉来翻修首相官邸 优优优独播出任首相官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